从1807年,英国威尔市出现第一列售票火车开始 铁路运输逐渐成为现代运输的主要方式之一 在铁路进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令人惊叹的铁路路线 今天的33号放映室为大家带来五条极其壮观的铁路路线 安蒂斯中央铁路 秘鲁的铁路总里程不长,但却非常精彩 从利马到万卡约的这段铁路在青藏铁路建成之前 一直是世界第一高铁路,全长535千米 它从海拔0米的卡亚俄港口一直爬升到海拔4783米的安蒂斯山 贯穿秘鲁安蒂斯山脉,沿途风景十分壮丽,共27个车站 1870年1月,在一个精心设计的仪式上 萌色雷特火车站的第一块石头放在了利马 标志着这条在当时施工难度最大的铁路开建了 铁路分批建成,直到1908年真正完工 建造了60多个隧道和铁架桥 现在大部分常规客运路线已关闭 每月有几次旅游列车开行 当列车运行在危险的高架桥上时 乘客需要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 贝尔根县 贝尔根县是一条来往挪威贝尔根车站 到赫纳福斯的高山铁路路线 全长371千米 贝尔根县始于1883年通车的载轨铁路路线沃斯县 当时由贝尔根通往沃斯 在1909年由载轨改建成标准轨 并穿越哈当二高原延伸至首都奥斯路 并更名为贝尔根县 该线在1954至1964年间分阶段完成了电气化 每年的冬季是贝尔根县最漂亮也是最危险的时候 铁路被大量的积雪覆盖 无法看清铁轨 铁路运营部门每年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来清理积雪 2020年一场大雪导致贝尔根县关闭 一位在贝尔根县工作40年的火车司机说 在大雪中他无法看清自己的手掌 在强风和大雪的压力下雨刮气不能正常工作 每隔几分钟都需要停下火车 清理前挡风玻璃 云端列车 云端列车现在是阿根廷萨尔塔省的旅游线路 线路连接阿根廷西北部和安地斯山脉边界的贝尔格纳诺 铁路海拔高度达到4220米 全线有桥梁29座隧道21座 高架桥13座 1921年开工建设 1948年正式通车 1960年代 当时有学生在火车车厢内拍摄了铁路上的一次旅行 经常显示当时蒸汽机车的蒸汽 影片中的蒸汽云让火车看起来好像在云中穿行一样 铁路运营商也因此采用了云中列车这个名字 对游客产生了更大的吸引力 从1972年开始 这条铁路转变为旅游线路 由于线路老化 2005年一列火车在海拔3500米的高度停下 乘客不得不使用直升机疏散 随后政府更换了60千米的轨道 2014年火车在海拔约4千米的高度处脱轨 这条线路也成为最危险的线路之一 皮拉图斯铁路 皮拉图斯铁路是瑞士的一条3D铁路 是世界上最陡峭的持轨铁路 最大坡度为48% 平均坡度为35% 线路从卢塞恩湖畔的阿尔贝纳赫 到海拔2073米的皮拉图斯丰山顶附近的终点站 该线全长4.6公里 攀登距离1629米 运行速度10公里每小时 于1889年投入使用 使用蒸汽前营 1937年实行电气化改造 由于铁路建造环境复杂 使用了大量开创性的设计 2001年皮拉图斯铁路 被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 命名为机械工程历史里程碑 虽然过去了100年 这条线路的原始齿轮系统 现在仍在使用 如今这条线路在每年的5月到10月运行 青藏铁路 青藏铁路由青海西宁到西藏拉萨 全长1956公里 全线桥税总长约在线路总长的8% 1958年9月 青藏铁路首次动工 随后1984年的7月30日第一期通车 2006年7月1日全线通车 青藏铁路大部分线路处于高海拔地区和 深密禁区 铁路建设面临三大世界难题 500多公里的冻土区 高寒缺氧的环境和脆弱的生态 为解决高原缺氧的问题 青藏铁路列车采用两种供氧装置 除了通过空调增加氧气含量以外 每一个座位底下还配置了西洋管等分布式供氧设备 青藏铁路路线 海拔4000米以上的路段有960千米 多年冻土区550千米 翻越唐古拉山的铁路最高点 海拔5072米 是世界上海拔最高 在冻土上路程最长 人类有史以来最困难的铁路工程项目 铁路运输由于受气候和自然条件影响较小 且运输能力大 在运输的过程中具有受时间限制小 成本非常低等优势 再加上有多种类型的车辆 使它几乎能承运任何商品 几乎可以不受重量和容积的限制 这些都是公路和航空运输方式所不能比拟的 你还知道哪些极其壮观的铁路路线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 by bwd6